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興 萬事起頭難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恆新指數全日升了194點 收補27,100點齊頭 成交有793億 今天港股收於27,100點 是一個半月以來最高的 接近全日最高位收 最高位只是多兩點 即是27,102點 今天是9月16日以來 最高的即市高位和收市位可喜可賀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貿易協議有好消息 讓大家暢淡 今天是11月1日 記得其實幾天前跟大家說過 前陣子壓住在27,000關 可能有些不知什麼神秘力量 在10月份就要壓住 過了10月份 終於可以衝了上來 今天11月1日 就是一個月的第一天 萬事起頭難 今天起頭之後 希望之後就有一個好的開始 去到年底之前 有一個真正的聲浪出現 大家看看恆智這幅走勢圖 一直壓住了大半個月的 在27,000關上 昨天的走勢或者這兩天的走勢 還是有點害怕的 昨天之後收市的時候 跟大家說到 Bombaer那些彭博社 引述一些消息 說中方可能長期協議談不成 又嚇到市民昨晚夜期跌一跌 美股又跌一跌 好在特朗普昨天在Twitter發文 他說確認會跟習近平主席 簽這個協議 而且首階段協議 是佔整體協議的60% 這個數字是超預期的 大家不要想著簽這麼多 是60% 雖然智利的APEX開不成 沒有辦法簽 但是他說會再找地方 說得很好 所以智力度今天港股走勢好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剛剛開完四中全會 開完之後 今天11月1日之後 中港股市也有些上漲 可能會以大家見到 估計會有一些政策出台 利好的 好了 現在起了一個好的頭 就是這個過半月以來最高 但是還要有一級 還要阻力位 途中所見 就是小雙底或高低腳的頸線位 27,366點 如果能夠收在其上 中線轉綠燈 這個說了很多很多次了 今天恒指再破了這個大半個月的高位之後 其實可能偷步買入的 中線來說 已經有人開始偷步買入都沒有頂 但是如果你確定要保守起見 都是等那個市 上企27,366之後才來買都沒有遲 大市的形勢是這樣 不要以為只是港股形勢有好轉 其實內地股市也是 我們看上證指數 昨天說到這條上升軌被考驗 很怕它跌穿 今天有些破腳穿頭 先低後高 守著這條上升軌 後市再試一下可不可以上衝3000大關 這個阻力線就落到大概3000關 如果能夠升穿的話 還是要再看的 就是多少呢 之前這些浪高位 大家有印象都記得的話 一個類似頭肩底的走勢 頸線位在30400 即是3050區 收在其上 中線會轉回綠燈 現時來看 有轉好 短線轉好的跡象 因為破腳穿頭 中港股市也是這樣 好了 那恆子成份股 今天以這個 順雨光學升幅最大 升2% 昨天這隻股已經是破了上去 今天再企其上 走勢都挺漂亮的 因為它這裡接近一個半月的環能區 終於衝了上去 壓住了那麼久 可以上得到去 都應該是好事 因為就是力量 那後市點呢 就是如果它有回套的 可以買 那止蝕位就放在這些 譬如9月23號低位 111.6 你當它110元齊頭 都比較遠 那後去回調的時候 大概120元便買 如果回不到的 你說又怕它衝上去 那就要駐馬上高度 就是分開駐馬來買了 那現在可以先買一點點 看看它可不可以繼續上升了 另外第二隻銀子成份股 升幅最大的股份 就是萬洲國際 這隻股 在裂口上升之後 它在前反彈浪高位之上增持 現在還未完全擺脫了阻力 不過機會都比較大 因為浪去上高 它回調的深度不深 這個裂口不補回的話 都是走勢向好的 那它有機會挑戰 這個前浪頂大概9.67元 甚至乎更加高的水平 因為如果這個像一個斜的頭肩底形態的話 它是有機會升破10元 好了 港股今天有些比較消息面的股份 升得比較勁的 例如這隻叫八濟神舟 這隻是做一個藥的 它在美國上市 它回到香港上市 那今天的消息是 美國有一間藥廠就用高價 入股去收到20.5%股權 就用27億美金 那次股價今天就升成三成以上 收110元 那這隻股呢 就即是說 它的藥或者它的研究 應該就頗堅 否則的話 不會有外國藥廠 用這麼高價去買它的股權 入股它兩成 做一個股東 那記住 這個是用日價去收購它 那股價升了上來之後呢 看看它有沒有可能會回一些 如果能夠去100元 你不要想著它回了這個列口 都很難的了 100元這些 甚至乎110元這些水平 都可以是少住的 一路收集 因為我覺得這些被外國藥廠看重的股份 可能是下一階段上升的一些焦點股 因為你知道 生物科技股有很多 也都升了很多 好像陽明生物那些 那些早兩天都炒得很高 但是那些是內地為主的 這一隻呢 現在在美國上市 也都受到美國藥廠 著名藥廠 MGEN的看好 那當然就可以看高一線 甚至乎它有機會 可以說是變成藥股裏面的一隻龍頭股都未停 所以大家值得留意 好了 還有就是世貿房地產 今天內房股都普漲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有報導指 10月份 剛剛過了的10月份 內地售樓 主要開發商售樓 按年增長 平均的數有46% 是今年以來最強的月度增幅 這個數字一出了之後 很多中大型的內房股都升 有些譬如落後的融創 今天升接近4% 但是如果說中大型入面 實際上走勢最強的那一隻 是這隻世貿房地產 原本龍湖都挺好的 原本華創都挺好 不過華創配原股 這隻其實走勢是比較強的 現在升到27.1收市 以收市價來計算是米洲高位 早兩天就創過即市米洲高位 27.25元 今天最高見27.2元 都很接近 這隻股有機會一級級上 這個走勢都挺漂亮 是主要中大型內房股入面 走勢最好的那一隻 值得留意 我比較推薦這隻內房股 當然有些小小小的 走勢比它更加強勁的都有 不過留下一次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另外一個大家可能都有印象的話 就是我的經濟日報 今年的利事股就是必秀站 必秀站 即是今年受到本地事件影響 本來在創4元最低的高位 因為消息是發營起 去到九月底子中期都盈利大幅增長 事實上昨天的位置還有十厘米 今天衝上來九厘米幾 接近兩成的升幅 這股其實大家知道美容那些女士都會繼續去做 這個已經是一個套票 所以它發營起都不奇怪 現在的走勢升了那麼多 如果有少少回的都可以再想想的 因為本身來講除了本地事件 那些有些影響到一定會有些 不過就應該不是很大幅影響到它 應該都還可以有些表現 看回多少島呢 那就前浪頂 挨近四元左右的水平 最後想跟大家講講就是美股了 美股的走勢就下星期一 美國就是轉冬令時間 今天來講其實你看標普500指數已經連續四天 守在前浪頂歷史高位之上 即是確認了升浪 除非它真的有來一次大震仓 否則的話我覺得都是反覆上升 一浪高於一浪 所以在外圍形勢是好的 中美只要協議那裡沒有太大問題的話 港股是有機會衝破27,366 展開一個比較像樣的反彈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